了解到底这个Dromus有什么特别 是适合什么样的人使用呢 然后它是适合什么皮肤类型的 Dromus它是属于一个天然的治疗性护肤品 它跟市面上的护肤品不一样 它不只是纯粹保养皮肤而已 可是它其实是有去治疗改善那些根源性的皮肤问题的 除此之外它也是含有四大的珍贵天然成分 哪四大珍贵的天然成分呢 等一下我们就会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是哪四个成分 然后这个Dromus系列它是含有七个产品 大家可以从这个照片这个课件上看到 它有七个东西的有七个产品的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Dromus系列有七个产品的 然后这个Dromus是12岁以上的女生男生就可以使用了 这个护肤品没有说只是给女生而已 不是的男生也是可以用这个护肤品的 然后它是适合所有的皮肤类型 无论是敏感肌、痘痘肌、肝性肌、油性、混合性、中性皮肤、老化肌肤 都是可以使用这个Dromus的 所以我们都知道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气管 而大部分涂抹在皮肤上的护肤品是会被皮肤吸收 甚至是渗透到那个血液里面的 所以你一定要确保你使用的这个护肤品是安全 然后是没有读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个Dromus的这个护肤品呢 它是澳大利亚制造的就是Made in Australia的 它是由这个澳大利亚的Emutrex 内蒙古宇航人和日本宇航人的这个 科学家和皮肤科医生团队一起的 所以它是秉持着这个使用这个天然和珍贵的成分的理念 一起研发的 So Emutrex的这个常务董事呢 是Chris Grigori 他也是这个澳大利亚额苗工业联合会的这个主席 So他在18年19年以来呢 都是跟那些领先的这个大学和医院呢 一起促进了这个澳大利亚的大部分的这个额苗油的研究的 So其实我们的刚才我们有提到嘛 有四大珍贵天然成分嘛 其中一个主要成分的就是这个额苗油 而这个额苗油就是从这个澳大利亚的Emutrex上面得到的 So在我们了解这个 这个更加深入了解这个Dromes护肤品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从古代到现在的这个护肤品的历史 So在以前的这个古代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的所谓的护肤品啊 就是女孩子用的这些护肤品啊 其实就是我们看戏看那些古代戏的这个音质水粉来的 可是其实这些音质水粉呢 是主要都是掩饰脸上的缺点为主 它不是说好像现在这个护肤品是真是非常保养皮肤 不是的 它主要还是是掩饰脸上的缺点为主 就是比如说它就好像是一个化妆品类似这样的 然后过呢进入第二代的这个护肤品啊 就是化学性的快速美白 所以在这个年代呢 他们的这个护肤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功效 他们就是很强调快速的去美白 快速的去斑来达到这个美丽的这个效果 所以他们那个年代呢 他们是采用那些含有重金属啊 或是技术的这些是含品的 会导致这个皮肤呢是伤害非常大的 他们那个年代啊 他们就是使用很多那些水银啊 千粉啊 来作为一种护肤品的 这个是它那个以前的那个年代是非常流行的 就是使用一些重金属来帮助他们美白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呢 他们是以白为美 就只要稍微皮肤稍微又黑一点呢 就他们觉得是非常丑陋 所以他们是非常注重于美白的 这个年代呢 是处在那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 就是那个年代 这全部人穿着 那个女孩子是穿着大大肩的裙子 就是那一个时代 他们是非常追求的这个美白了 所以他们为了得到这个非常白的这个皮肤呢 他们是将那个水银啊 插在那个皮肤上的 所以通过水银的那个折射的作用啊 就会让他的皮肤看起来很细腻 很光滑 看起来哇非常的白 可是这样长期使用这些水银啊 这些铅的护肤品啊 是会导致这个重金属的 这个中毒的 而这些毒呢 是会引发很多疾病的 生病啊 神经系统疾病啊 然后那些心脏系统啊 心脑血管系统 都很多 我们这些身体的这些各种部位呢 都是会有很多这些疾病的 可是那一个年代的人呢 尤其是女性啊 他们就是为了美而不要命 就是他们为了得到这个快速的这个美白效果呢 他们还是就算他们知道 那些重金属对于他们身体是非常伤害非常大 他们还是执意要用这个水银啊 要用这些铅粉来护肤 来让他们有这个美白的效果的 所以接下来就进入第三代了 护肤品的第三代了啊 这边这个开始很多人就知道 要用天然的成分比较好 对人体无害 可是在这个第三代呢 它的那个科技还不是很发达 虽然那些护肤品是使用天然成分 可是效果很慢 而且不明显 然后他们那些护肤品呢 因为是天然成分嘛 就是为了要保鲜 他们就要放一些防腐剂 可是这样的情况呢 不但让那个护肤的效果不是很好 反而还会造成皮肤伤害 因为里面有那个防腐剂 他们不能不放那个防腐剂 因为那个护肤品很快坏 因为那时候科技还不是很发达 所以他们这种加了防腐剂的这个护肤品呢 就是不但没有护肤的效果 反而是造成皮肤的伤害的 所以接下来就来到最新的一代 就现在第四代的这个护肤品就已经是有这个改革的大浪潮了 所以第四代的这个护肤品都是要使用这个珍贵的天然成分 不只是要天然的还要是很珍贵的就是我们说物以稀为贵嘛 然后再加上现在已经有高科技的去萃取那些天然成分 就产生了这个新一代的治疗性护肤品了 而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新一代的治疗性护肤品 就是我们的这个Dromayus的 所以其实呢要知道一个护肤品对自己适不适合呢 其实是可以看你用了这个护肤品过后呢 你的皮肤出现什么种反应 很多人呢就是买了一套护肤品 天天准时去涂抹做好保养 可是最后可能什么效果也没有看得到 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一直换很多种品牌的这个护肤品 可是都没有达到自己要的效果 不但没有效果反而更惨的是 有些人的这个皮肤的状况就变得更加糟糕 所以呢这里呢就给大家看一下 8个用错护肤品的迹象 就是让你重新审视一下 你使用的护肤品是否真的适合自己 所以如果用错护肤品的话呢 你的皮肤会出现什么种现象呢 第一个就是出现荷斑嘛 所以荷斑呢通常是因为长时间热晒 这长时间晒到太阳而引起的 可是有些人讲 为什么我用有用这个防晒霜 还是会有出现这个雀斑的荷斑呢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看一下 可能你的这个防晒霜 根本都无法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防晒作用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你用错防晒霜的一个现象 Either你是用错那个防晒霜 再不然就是你的方法根本使用到 所以就会导致有出现这个荷斑的这个现象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皮肤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就有不适感 比如说肝痒啊皮肤泛红啊 灼热或者甚至是那个刺痛感 一开始是用这个啊 一开始用这个使用这个新产品的时候呢 肌肤如果是出现一些发炎症状啊 包括泛红刺痛感啊 就是建议你即刻停止使用这个产品的 有些那些啊治疗痘痘的这些产品可能会造成一些轻微的不适啊 泛红和灼热感 有如果是那种治疗痘痘产品 你一开始查去你的脸啊有一点点的那种不舒服感觉是正常 这可能是一两天这样的这个反应而已 可是如果这样情况持续好几天的话 就代表可能这个产品根本就是不适合你 如果你是使用痘痘产品到有连续几天都有这样的这种不适感啊 你可能就是要停止使用这个产品 就它不适合你的这个皮肤的 第三个呢就是皮肤紧绷发烫 这是皮肤对产品成分过敏的其中一个现象的 通常是因为那个护肤品里面有香精啊 或者是防腐剂 导致你的身体产生了一个即时反应来的 接下来就是痘痘大爆发了 就是用了那个护肤品扣后呢 这个痘痘一下子这样爆出来了 所以我们的皮肤呢 一般是需要两到三个星期来适应一个新的产品的 所以过渡期间会出现一些轻微的冒斗 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一点点啊 就是一粒一粒两粒降薄 可是如果你用了这个新的产品购后 你去换一个新的护肤品 你用这新的护肤品啊 这个冒斗的那个几率是很严重 是中度甚至到重度的情况之下呢 就可能代表着这个新产品 这个新护肤品不适合你 你不能用这个护肤品 你要去找另外一个更适合的这个护肤品的 不然你的痘痘是不会这么严重的 你是使用错的护肤品 你的痘痘才一下子这样爆出来 接下来就是这个疙瘩肿块 如果你的皮肤出现一些细小啊 然后你的那个疙瘩是红色是白色 然后还有一点痒痒的痴痴的感觉啊 就代表可能你是对那个护肤品里面的一些 特定成分产生那个延缓性过敏反应啊 或者是产品如果他们有些护肤品 他们含有太过高的这个润肤剂啊 或者是矿物油啊 就会导致这个毛孔阻塞 就会引发这个粉刺 那个闭口粉刺的那种爆发的 接下来如果你的皮肤出现那个过敏性皮疹 在用了一个护肤品过后 你用了你出现了过敏性皮疹的 就是代表你那个皮肤对于护肤品的某些成分 也是有那个过敏的症状就要停止使用啦 然后有些人是会干燥到脱皮 然后有些人就突然变成脸的非常非常的油 或是脸非常非常的干 如果你用了一些产品过后 你的皮肤变得非常非常的干燥的话 甚至是脱皮啊 跟好像skin patch啊 有些人是一点一点这样的皮卸在头 有些人是一整大块一整大块皮来拖的话 这代表可能是那个产品 有那些导致你皮肤很干的成分 比如说酒精 或是你对某些成分过敏 这时候你就不能用那一个护肤品了 如果有些人用了那些控油产品过后 那个皮肤本来是已经很油了 他用了这个控油产品后 不但没有控油 反而变到更加油的话 变成整个大油天 可能是因为控油产品的功效太过猛了 带走了你的皮肤本身的天然油脂 就导致你的皮肤以为你的皮肤不够滋润 他就反而分泌出更多油分来保护你皮肤 所以就突然就这样一个很极端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在使用一个护肤品的时候 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的话 就代表可能你的脸不适合用这些护肤品 就要考虑换这个护肤品 不然的话这些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甚至是会导致一些皮肤病的 所以不能忽略这些所谓的不适感的 所以我们这个Dromelus 我们这个来自澳大利亚的Dromelus护肤品系列 我们的产品的成分是使用天然的这个成分的 是没有缠那些不好的伤害皮肤 一些化学药品 防腐剂 或者是一些合成材料 是没有放这些会伤害皮肤的这些化学物 防腐剂跟合成材料 是百分之百有机的 为什么我们说护肤品不能放那些防腐剂呢 因为防腐剂它会令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屏障受损 一旦你的这个皮肤屏障受损的话呢 你的这个皮肤的防御力就会减弱 你皮肤防御力减弱的话 你的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一些外来的刺激 等下就有很多皮肤问题出现的 然后另外呢 防腐剂也会不知不觉 促进你的这个皮肤细胞老化 导致你的皮肤的机能提前衰退 可能你现在才30岁 可是你的皮肤已经是4045岁了 如果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的话 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的话呢 你的那个皮肤会出现问题 在出现问题过后呢 它又不懂得自我去修复 然后你要补充水分和营养 又变成虚部受补 它会不能好好去吸收 你所给它的那些营养和水分的 所以这个长期下去 你这个一个恶性循环 你的这个皮肤细胞呢 就会营养不良 然后肌肤呢 只会显得更加衰老的 所以刚才有提到嘛 我们的Dromel是含有四大珍贵的天然成分 这四大珍贵的天然成分 就是有鹅苗油 沙鸡 玫瑰 和这个龙血树枝的 所以这个鹅苗油呢 是来自澳洲的 这四个成分呢 其实每一个都是有它的这个 使用的这个历史的 就是在以前很久很久以前 就是澳洲的这个土族人 就是澳大利亚的土族人 就他们在吃吃掉那个鹅苗过后 其实鹅苗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鸟类 它是鸵鸟的哥哥 鸵鸟还不是全世界最大的鸟类 鸵鸟是第二 这个鹅苗才是第一 这个鹅苗它是澳洲的那个 国鸟 它是那个澳洲的这个国鸟 是澳大利亚人是非常喜欢这个鹅苗的 所以这如果是讲回以前的远古的时代呢 为什么他们 为什么现在的澳洲人会这样喜欢这个鹅苗用呢 这是要扯回去他们的这个历史啦 所以在远古时期的澳洲的土族人 在吃掉这个鹅苗肉过后呢 他们发现这些鹅苗 他们本身有很多那些油脂 他们觉得丢掉这些油脂很可惜啦 所以他们就尝试下 将这些油脂涂抹在身上来保护皮肤 这样涂涂下的 发现这个效果不错嘛 有这个护肤效果 如果就是这样 他们就一直流传下来 用这个鹅苗油来护肤的 所以在澳大利亚那些当地的原住民 他们是把这个鹅苗油称为神油 或是生命之油的 因为他们就是有发现 他对于这个修护皮肤的功效非常好 尤其是烧伤啊 烫伤啊 他们觉得哇 这个鹅苗油这个修护的效果是真的是非常好 在以前打仗的时代 他们澳洲人甚至是把那个鹅苗的皮切下来 然后直接绑在那个受伤的部位的 这是他们以前澳洲土族人 使用这个鹅苗油来护肤的 这个方法来的 当然我们现在是没有这么残忍啊 我们现在是在没有杀生的情况下呢 得到这个鹅苗油的 所以接下来第二个珍贵成分呢 就是这个杀鸡啦 杀鸡它本身呢 是含有很多种营养嘛 刚才之前我们都提到嘛 就是我们内蒙古杀鸡是含有428种营养嘛 所以这些营养的其实不只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体内有很大的这个疗效帮助 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呢也是非常好的 这杀鸡呢 它是可以提供足够的营养给我们这些皮肤细胞来还原我们整个皮肤的这个健康的 所以杀鸡呢其实在护肤方面啊也是有这个历史的 就是中国的这个王兆菌呢 他以前就是用这个杀鸡来护肤的 所以王兆菌用杀鸡护肤啊 其实就是跟旧一支我们之前的产品培训第三堂课的这个产品培训那个旧一支啊 就是王兆菌就是用那个杀鸡果汁来洗脸来洗手 然后也是有喝所以他的这个美貌啊他的皮肤健康才可以维持到他60多岁的 所以杀鸡的这个护肤历史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跟这个中国的王兆菌的脸上关系的 接下来第三个重要的成分呢就是这个玫瑰啊 我们这个玫瑰呢是来自中国山东平胤的玫瑰 因为中国山东平呢他的那个气候和阳光非常非常充足 所以他可以生产出中国最好的一个玫瑰 所以玫瑰呢他用作于这个美容的产品呢 其实是可以说是有数千年的历史了 就是啊他就是那个啊武则天武则天女王帝 他是有喝玫瑰花水来保养 然后慈禧太后他洗脸疏口 洗漱都是用那个新鲜玫瑰花瓣浸泡而成的那个水 来每天这样来洗漱的 所以这个用玫瑰来护肤的这个历史呢 其实是有这个几千年了 不只是啊这个慈禧太后和这个武则天的这个女皇帝 甚至是那个埃及艳后 他也是有用这个玫瑰来护肤的这个习惯的 所以这个玫瑰呢 他是有那个抗菌的特性 所以他可以帮助减少个粉刺 然后他这个抗炎特性呢 也是可以减少我们这个皮肤的那个发红 还有那个浮肿的 第四个珍贵天然成分呢 就是这个龙血树枝 就讲到龙血树枝 他的这个历史呢 其实早在千年就几千年以前呢 就已经被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医学乳药来使用了的这个龙血树枝 就是在打仗的期间啊 就是在打仗期间就是 非常就是很物质很缺乏了嘛 所以那个时候呢 兵士们呢是有用这个龙血树枝来当做这个止血的这个特效药的 所以这个龙血呢 就是从那个龙血树来的 它是从龙血树流出来的一个质业来的 龙血树呢 它大约是有八千之一万岁 是地球的一个长寿树来的 那为什么这个龙血树会有这个龙血树枝流出来 其实是好像比如说 你把这个龙血树的树皮割破的时候 它就好像受伤了 当它这个龙血树受伤了过后 它就会产生一种树枝 产生一种分泌物 然后这种分泌物呢 就是受到那个微生物的作用之下 就变成这个红色的 类似好像血块的一个凝结 其实这个其实是那个龙血树的 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的 当龙血树的树皮受到伤害 时你割破它的时候 那个红色的树枝就会慢慢从它伤口流出来 然后紧紧的敷住它的伤口 让它的树皮的伤口慢慢的去痊愈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个龙血树会流血 因为它流红色的这个字也出来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流血 这个就是龙血树流血的原因 其实它只是要去修复 它那个被割破的那个树皮的伤口 所以龙血树枝其实是非常珍贵的 它的那个药用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所以这个龙血树枝它对于这个活化皮肤 促进那个皮肤的弹性是非常好 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有几个那个 非常高抗氧化的那个物质 比如说圆化氢素 踏实瓶碱 还有这个木脂粉 这个圆化氢素呢 就是Pro-Endo-Sign-E 它是拥有很强大的这个抗氧化能力 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他命E的50倍 维他命C的20倍 是很有是可以很有效的去预防老化的 然后那个踏实瓶碱呢 它是有很强效的这个修护力 让我们的皮肤从内而外的去生成的去润着 让我们的皮肤重新出现这种透亮的水感的这个感觉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物质 就是那个木脂粉 这个木脂粉呢 它就是可以跟那个胶原蛋白一起来提升 我们这个皮肤的弹性 淡化我们的细纹 然后还可以达到这个抗老修护的这个 这个功效的 当然龙血素质除了含有这个圆化青素 它是并且还有木脂粉之外 它也是含有黄铜的 黄铜不只是在沙基里面有 我这个龙血素质也是含有这个黄铜的 黄铜它可以阻止我们人体的那个皮肤的那个色素的堆积 然后增强我们人类皮肤的那个抗氧化能力 所以它可以淡化我们的那些脸上面的色斑 可以美白滋养我们皮肤 让我们的肤质得到明显的改善的 所以接下来就开始正式介绍我们每一个Dromeus的产品 Dromeus是有七个产品 所以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保湿平衡喷雾 这个保湿平衡喷雾就好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化妆水 爽肤水就是它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保湿平衡喷雾是做什么的话 你记得它就好像是一个Doneur 一个化妆水的这一个功效的 所以这个保湿平衡喷雾它是可以活化我们的皮肤细胞 增强我们这个皮肤细胞和再生肌肤的那个组织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这个pH值的这个平衡的 它这个保湿平衡喷雾它是非常温和 然后它的主要配方的是那个玫瑰花水 所以你在用的时候你可以闻到淡淡的这个玫瑰花的清香 我们不是加任何的玫瑰香精霉 不是 这真的是那个天然的这个玫瑰花水里面的这个味道来的 它可以提供这个水分给我们的这个皮肤的 除了提供水分它可以帮助我们舒缓镇定我们皮肤 把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这个pH值维持在最佳的这个状态了 保湿我们的皮肤滋养 保护我们皮肤不要给那些有害的那些环境因素影响 它可以将那个水分是直接渗透进去我们的皮肤生成 让我们这个皮肤细胞的充满水分和饱满的 所以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你洗了脸过后 你用那个干净的这个洗面筋擦干了你的脸 你就可以开始用这个保湿平衡泡 或就是闭上眼睛这样喷一下你的脸就可以了的 可能有些人就喜欢这样喷 有些人就喜欢一二三四 就看你的看你的需求 如果我的话我是喷一个4到5磅的 我会喷一个4到5次 你喷了过后你就轻轻的用你的手 用你的手就是轻轻的这样拍拍拍 轻轻拍打 让你的这个保湿平衡泡物 可以吸收进去你的脸里面的 不需要太大力 因为有些人就以为越大力的去拍打 越可能帮助他吸收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一个习惯 轻轻拍打就可以帮助那个保湿平衡泡物 吸收进去你的皮肤里面 你太过大力的去拍打的话 反而其实会伤到你的这个皮肤的表层的 这个保湿平衡泡物呢 可能有些人会想 我如果整天处在这种非常干燥的 这个房间啊 这样出去外面工作的时候啊 冷气很干燥 可以随时随地这样来喷 喷在脸上面是可以的 它不只是可以在洗脸过后使用 它其实也是可以随时随地 你都可以想要保湿的话 你都可以随时随地 喷洒在你的这个脸的那个皮肤上的 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龙血沙鸡精华液 这是其中一个我们Dromerase的精华液 其中一个Cerum 因为我们这个Dromerase是有两个精华液的 各有各的功效 这是其中一个龙血沙鸡精华液 这个是我们说它是一个抗老的 抗老的精华液 因为它里面含有这个很珍贵的这个龙血数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图片吗 好像有两个层有两个颜色这样 其实是因为黄色那层就是那个沙鸡油 下面那层就是龙血数字 所以你用的时候 你要先轻轻地搅拌均匀先 就是你要轻轻这样 轻轻地搅拌均匀的才开始使用 而不是直接这样打开那个盖子就直接用 不是的 你要先轻轻地搅拌均匀先才开始使用的 然后这个龙血沙鸡精华液 它就是可以很柔滑去滋养我们这个皮肤 它带把营养带进去我们这个皮肤的内层的 所以这个龙血沙鸡精华液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油水平衡 增强我们这个皮肤弹性的纤维 给我们这个皮肤带来很舒适的感觉 有滋养的效果 可是又不会感到很油腻 你用了过后 你会发现你皮肤很有光泽 很有弹性 也很有很明显这个紧实和年轻的 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 那个龙血树枝的关系 因为龙血树枝就很高 这些花青树 圆花青树 它是品检吧 圆花青树它可以修复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 它是品检 它是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组织的 这个皮肤组织的一个修复剂的 而且这个龙血沙鸡精华液的 它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清香的 刚才那一个保湿平衡笨户就是很清香的那个玫瑰花 雪的味道 而这个龙血沙鸡精华液就是有很香的这个龙血和这个玫瑰花 雪的这个味道的 所以我们在整个系列产品的香味都是天然的 是没有添加任何香精的这个成分的 OK 所以这个龙血沙鸡精华液可以帮助我们油水平衡 让你的皮肤不会太油也不会太干 同时间它是有很好的这个抗老的这个效果了 它可以减少你的皮肤细纹 皱纹 同时间让你的这个皮肤非常饱满的 因为它可以修复那个胶原蛋白 促进那个胶原蛋白的生成的 所以如何使用这个龙血沙鸡精华液呢 就是轻轻的这样摇上下摇拌均匀了过后 然后按一两次在你的双手上 OK 按一两次在你的手了过后 你轻轻的搓一下 搓一两次就好了 因为这个龙血沙鸡精华液它的分子非常的小 你不要搓太多次 你不要想到好像给它温度多一点好 细说不要 因为这个龙血沙鸡精华液它分子太小了 如果你的手搓多几轮的话 其实都是全部都给你的手吸收完了 反正你的脸没有什么插到 所以这个龙血沙鸡精华液 你按一两次在你的手了过后 轻轻的搓一两下 就快快查去你的脸跟你的颈 甚至是你的这个肩膀就可以了 不要搓太多次 你搓太多次的话 反正是给你的这个手掌吸收完了 这个就是龙血沙鸡精华液的这个使用方法 记得要轻轻的搅拌均匀 不需要这样大大力好像去泡奶茶 这样大大力这样来摇 不需要轻轻的这样上下摇拌均匀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我们非常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就是这个鹅妙沙鸡油 这个鹅妙沙鸡油也是其中一种精华液 精华油 它是属于修复的 修复的一个serum 修复的一个精华油 它就是鹅妙沙鸡油 这个鹅妙沙鸡油它的成分是非常天然 然后也是非常简单 因为它只有三个成分而已 就是鹅妙油 沙鸡椎油 还有这个玫瑰精油 就是三个成分而已 所以就算是婴儿 也是可以使用这个鹅妙沙鸡油的 我们有七个产品 就只有这个产品是婴儿都是可以使用 因为有些婴儿小孩子 他们就是好像有那个湿疹 有一个皮疹 或者是有些婴儿 他们有那个credit cap 就是那个头皮有脱皮这个现象 是可以查这个鹅妙沙鸡油 在他们的那个部位的 所以这个鹅妙沙鸡油 它里面营养是非常丰富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那些卫生素 A、D、E、K、E 还有那些奥米加3679 因为它里面有这个鹅妙油跟沙鸡油的关系 所以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它的那些油脂 就是那个健康的油脂 和奥米加是非常丰富的 鹅妙油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 就是因为它的油脂的成分的恐怕 跟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油脂很相似 所以如果你是用使用到正确的方法的话 其实它是真是对于你的皮肤的这个问题的改善 是非常好的 它是很容易也很快的去吸收进去你的皮肤里面 只要你的使用方法是正确的 只要你使用到方法是正确的话 它可以给你的皮肤非常滋润 可是又不油腻 然后这个鹅妙油沙鸡油它是可以很可以加速我们这个皮肤细胞再生 让我们这个皮肤丰满 然后有效去抵抗一些细纹还有皱纹的 所以你涂了过后呢 如果你使用正确方法 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看起来是很容光焕发的 所以这个鹅妙油沙鸡油呢 它其实有蛮多种的这个使用方法 你可以是在用了这个保湿平衡泵物过后 用这个鹅妙沙鸡油 它就是一个精华油 一个精华液 就是在保湿平衡泵物过后 就是你的化妆水用了过后 你就用这个鹅妙沙鸡油 再不然你也是可以这样单独使用它 在某些部位也是可以 就比如说我不只是查这个鹅妙沙鸡油在我的脸 我也是有查在我的手脚 因为我觉得我皮肤干的话 我有时候也是会查这个鹅妙沙鸡油 在我的手脚 就是单独使用 单独使用来让它的这个效果 有非常密集的这个效果 然后刚才有提到嘛 你是可以 你在脸的话呢 你是可以在用了这个保湿平衡泵物过后 用这个鹅妙沙鸡油的那个鹅妙沙鸡油的效果 就是帮助锁住我们这个皮肤的水分 因为如果你使用了那些化妆水 爽敷水过后 如果你没有用另外一个产品来锁住你这个皮肤水分的话 其实你用的那个爽敷水化妆水的也是浪费的 因为它真的是会跟着时间的流失 慢慢的从那个皮肤蒸发掉 如果你没有使用那个会锁住水分的一个产品 而这个鹅妙沙鸡油就是可以帮助你锁住你的这个皮肤的水分的 然后它这个鹅妙沙鸡油也是可以代替你 你之前有用过的那些西润有用过的那些精华液 它也是可以代替的 所以你可以不用找 我又要用这个鹅妙沙鸡油 我又要用其他西润 你可以省掉这一笔钱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精华油来的 再不然有些人他们觉得皮肤很干 他们在那个润肤霜只要加一两滴的油 让它的这个保湿的那个效果更加好 也是可以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鹅妙沙鸡油加进去你的润肤霜一起使用 也是可以的 然后你也是可以 比如说如果你有些皮肤的部位比较多 这个皱纹 你比较想要特别改善的话 或者是特别的干的话 你也是可以使用多次 不只是可以一天使用两次 你可以在在平时 好像你想要查的时候都查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没有讲规定 一天只可以用一次 或者是两次 不是的 只是看你的这个皮肤 皮肤的状况而定的 所以它的使用方法是非常简单 记得只需要按一次就够了 刚才那个龙血沙鸡精华 又是按一到两次 而这个鹅妙沙鸡油 因为它非常的滋润 所以我就刚才说的只用方法 只要是用到正确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一次就已经足够了 如果你的皮肤很干的话 你就按一整个腹棒 就整个这样棒按下去 把它整个蹦这样按下去 就满满的一个油就在你手 如果好像马来西亚的朋友 就是我们的脸比较容易出油 然后我们本身就不喜欢油 所以你只需要按一个半个蹦 这个半个half棒就够了 你就只需要按一点点 就真是轻轻的按一下 给它有一点油出来就可以了 马来西亚的人可以用half棒 就是半蹦而已 中国的朋友 如果好像你们冬天的时候 你们可以用多一点 因为冬天的皮肤很干嘛 所以你按在你的手的过后 你可以在你的手掌搓多几次 你可以搓个三四次 才查去你的脸啊 颈啊 还有肩膀的 刚才那个龙血杀精肌 你只可以搓一个一两次 你就要快快查去脸啊 因为那个分子很小 而这个饿苗杀机油 你可以搓多几次 让它有温度过后才查去你的脸 它的那个吸收效果就来得更加好了 所以呢 只要你使用到正确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饿苗杀机油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来的 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面膜 就是额苗杀机治疗面膜 它这个面膜它不是属于一种保湿面膜 提亮面膜 美白面膜 修复面膜这样的 只是一个单一的功效 不是的 我们这个面膜是有多种功效 合为一的 这个治疗额苗杀机治疗面膜 它可以保湿 它可以舒缓 它可以修复 它可以抗老 它可以提亮 它全部都在这个面膜里面了的 它有很强效的这种保湿淡化提亮 还有镇定的这个效果的 它可以提升我们的皮肤水分 提亮我们这个肤色 同时间也是可以修复我们这个皮肤的 所以这个生成治疗性的这个面膜 它是采用了那一个Cellular Immunity Dermis的技术 让那些有效的成分突破我们这个皮肤屏脏 伸透进去我们的皮肤的这个生成 刺激我们这个皮肤细胞再生和循环 所以我们敷了这个面膜过后 你只是短短这个10到15分钟的时间 你就可以很明显看到那个面膜给你的皮肤 带来这个效果 你会发现哇你皮肤整个很水润 很保湿很提亮 很滑的这样的这个感觉的 所以我们的面膜除了采用那个Cellular Immunity Dermis技术之外 其实也是有两个特别的成分的 就是有一个是那个海藻提取物 这个海藻提取物就是可以促进我们这个皮肤的柔软 还有滋润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其中一个那个功效 当然我们的鹅苗杀基资料面膜还是有这个鹅苗油 杀基油啊 还有些玫瑰花水啊 还是有的 只是还有另外添加那个海藻提取物 还有那个干草根的这个提取物 干草根提取物呢 就是可以均用我们的肤色舒缓 还有镇定我们的皮肤 保留我们皮肤里面的那个透明脂酸含量来锁住那个水分 然后我们这个鹅苗杀基资料面膜 它的那个面膜的材质 是草珊瑚膜布 是植物的 是草珊瑚膜布的那个材质来的 所以要怎样使用这个鹅苗杀基资料面膜 就是会建议晚上使用 晚上使用这个面膜呢 它的那个护肤的效果会来得更加好 所以你洗了脸过后抹干了 然后把那个保湿瓶壶喷在你的脸过后 轻轻拍它给它吸收 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个面膜 就是你要打开包装 去除掉那个那个面膜的那个珍珠膜 还有一个保护膜的 它是珍珠脂膜 你把它撕开了 然后把你面膜很均匀再贴在你脸 10到15分钟 如果你要快的话 10到15分钟 如果你想要复久一点的话 15到20分钟 最多最多20分钟就要拿下来了 就要就要拿掉那个面膜 不然反的就是你的那个面膜会反吸掉你的这个皮肤的水分的 就是正常的时间最平均的时间就是15分钟 如果你要快一点的话就10分钟 如果你想要再多一个5分钟的话就是20分钟了 最标准的就是15分钟就要把这个面膜取下来 然后用手指轻轻按摩给你脸上剩下的那些精华液吸收进去你的皮肤里面 OK 所以这边有一个要注意就是如果你本身是痘痘肌跟油性皮肤的话呢 你一定要把你的脸上残余的那个精华液清洗掉 就是你按摩按摩过后 过后就是你就用清水 就用清水这样轻轻这样清洗掉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再用那个洁面霜 不需要 只是用清水这样过一轮就好了 因为油性皮肤跟这个痘痘肌皮肤不能太过营养 不能太过滋润 因为我们的这个产品全部都是属于滋润性的 都是比较有营养的 而这个尤其是这个额苗沙基治疗面膜 还有那个龙血沙基精华液跟下一个那个酸酸入浮酸 然后那个营养是属于比较滋润的 所以痘痘肌跟油性肌肤的话呢 你们用了这个面膜过后 记得一定要把你脸上残余的那个精华液 一定要用清水过掉要清洗一下 然后呢这个额苗沙基治疗面膜 一个星期要敷多少次呢 就看你的皮肤的类型 如果你是属于干性肌老化肌 就可以两天一次 就今天敷 明天休息 后天又再敷 中性皮肤跟混合性皮肤的话 一个星期两次就足够了 不需要天天用 因为它是属于治疗性的面膜 不需要天天用的 而这个痘痘肌跟油性肌肤 因为我们不能太过滋润你的皮肤 所以一个星期一次就足够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真珠润肤霜 就是看它的名字就知道了 它就是润肤霜 就是如果你说真珠润肤霜是什么功效呢 它就是一个润肤霜 就是帮助你锁住你的皮肤的水分 在你用了化妆水跟精华液过后 它这个润肤霜就是更加深层的 去lock住保住你的皮肤里面的水分的 所以这个真珠润肤霜 它含有两个蛮特别的成分 就是那个圣海珍珠和樱花 这个润肤霜 它主要就是滋润亮白抗老 和颈肤的这个效果的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事情 就是痘痘肌跟油性肌肤 是不适合用这个珍珠润肤霜 因为它太过滋润的 所以干性皮肤跟老化肌肤 用这个润肤霜呢 你们会很喜欢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滋润 你会觉得你用了过后 你皮肤的营养非常充足 可是痘痘肌跟油性肌肤 就不能接受太多营养 所以它们是不适合用这个珍珠润肤霜 痘痘肌跟油性肌肤 不只是不适合用珍珠润肤霜 也不适合用那个龙血沙肌精华液 都是因为同一个云 就是太过滋润了 不是说完全不能使用 只是不建议使用 因为油性皮肤跟这个痘痘肌 就是属于非常容易暴斗的 所以就不建议使用那些太过滋润产品 就是龙血沙肌精华液 还有这个珍珠润肤霜的 所以怎样使用这个珍珠润肤霜 就是你用了这个保湿瓶和喷雾过后 然后用了那个精华液过后 就是查这个润肤霜 就是很均匀这样点点点在你脸过后 很均匀这样涂抹给它吸收为止 就可以了的 接下来就是差不多了 就是来到最后第二个的 那个就是第六个 第六个的那个Dromus产品 就是这个TT霜 TT cream 这个TT霜就是有这个防晒的效果的 它不只是可以帮助我们防掉 我们的这个UVA和UVB的这个紫外线 它也是有一个很轻薄的 那个遮瑕的功能的 非常轻薄 它不会阻塞毛孔 因为有些人就是很怕用 什么吸气霜 TT霜 就一听到我们这个防晒的是TT霜 就会对它有点好像 怕它会阻塞毛孔 造成粉刺爆都不会的 这个TT霜它真的是非常轻薄 所以就算你是属于皮肤容易阻塞 属于皮肤容易爆都的话 都是可以使用这个TT霜的 它除了帮助我们防护那个紫外线 然后提供那个轻度的那个遮瑕功能之外 它其实也是同时间一直帮我们去保湿 还有去修复我们这个皮肤的 所以这个TT霜它是SPF35PA++ 所以它是适合室内使用 如果你只是每天出去上课 或是出去上班下班就回家的话 就可以使用这个TT霜就已经足够了 可是如果你当天好像要出去外面旅行 长时间暴晒在这个阳光之下 要去海边爬山的话 这个就不够了 你就需要自己用那些比较高SPF的那些防晒霜 就比如说SPF50 那些防晒霜就比较需要了 如果只是普通室内用的话 SPF35PA++就已经足够了的 所以无论你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 都是要养成这个防晒的习惯 因为没有说室内就没有这个紫外线 其实在室内呢 我们就是要防那个UVA的紫外线 为什么我们整天说了 皮肤没有防晒啊 会有这么多皮肤问题啊 周温啊 斑点啊 等等啊 下垂水 为什么会这么多这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UVA的紫外线 UVA的紫外线就是会造成那些皮肤 没有防晒的这个后果的这些皮肤问题 就是我们很讨厌这些斑点 皱纹啊 等等 而这个UVB呢 就是会晒伤皮肤 所以SPF SPF的那个数字值呢 就是看它可以保护你的皮肤的那个 避免它晒伤的那个数量值来的 它的那个数字越高的话 SPF数字越高的话 就越能保护你的皮肤 不要晒伤 可是你在室内的话呢 不需要太高 35就足够了 如果你要去海边啊 爬山啊 一直在外面待着去玩的话呢 就需要SPF10了 所以无论是在室外还是在室内 都要养成查防晒的这个习惯 在外面我们是主要是防这个UVB 在室内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防这个UVA的紫外线的 所以记得室内室外都要养成这个防晒的习惯 然后记得就算你有 你没有化妆 可是你有查防晒的话 都要养成每天晚上洗脸的时候要有这个卸妆的习惯 因为无论是什么种防晒的这个用品防晒品都好了 都是要去卸妆去除掉去干净掉你的这个脸上的那个防晒霜的 不只是卸掉你的那个防晒霜 其实也帮助你清理你粘在你的脸上面 那些油脂啊 灰尘啊 那些肮脏东西等等的 所以滴滴霜呢 记得防晒霜的那个使用方法是不一样的 防晒霜我们用防晒霜就是要让它形成一层保护膜 在我们的脸上面来防那些UVA和UVB的紫外线的 所以这个滴滴霜啊 你是要点在你的这个手了过后 就是按一个Bump或者是两个Bump 就看你的这个皮肤需求啦 就看你的这个皮肤的这个要查在那个防晒霜的厚度 不要不要就觉得不要觉得 查一点点就够了 其实防晒霜要查稍微厚一点 不然它的那个防晒效果没有这么好 因为有些人只习惯查单薄薄的一层 就以为足够了 其实是不够的 它是需要大概一个硬币的大小的那个分量 OK 你按了一个硬币大小的分量在你的手掌过后呢 你就开始用这个手指点你的脸 就一二三四五这样 OK 点了过后呢 就用你的双手的手指这样轻轻这样拍打 轻轻拍打你的这个防晒霜 给它均匀的这样分布在你的整个脸的这个皮肤 不要这样来搓搓搓给它搓进去 不要因为我们防晒霜就是要它形成一层保护膜 在你的脸上面来保护你的皮肤 不要给那些脂外线受伤害 而不是要让它吸收进去 我们不是要让防晒霜吸收进去 我们反而是要它在我们皮肤表面呆着 所以是只需要轻轻拍打 给它均匀的分布在我们脸的皮肤上 最后只需要轻轻要抹一下 抹一下 抹一下 给它最一个形成一个很均匀的保护膜 在脸上面就可以了 记得滴滴霜是千万不要这样搓搓搓给它搓进去 你的脸不是这是错误的这个使用方法 轻轻拍打分布均匀在你的脸的上面表面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滴滴霜的使用方法 最后就来到我们这个Dromis的第七个产品 就是这个护手霜Hand and Body Lotion 这个护手霜它不只是可以插在手 也是可以插在脸 它里面有这个阿苗油 沙鸡油 还有乳木果油的 所以它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香 如果你有用过这个护手霜 你会发现你擦了你的手 然后你洗了手过后 你的手还是有淡淡的这个香味的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护手霜的特别之处 它里面的香味的是那个 也是一样玫瑰花下来的 so这个护手霜它在滋养和活化人皮肤同时 它也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嫩的状态的 所以如果你有发现你擦在你的手过后 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皮肤的 这个手掌的这个细纹 你的手掌跟你的手背的细纹 真的是淡化很多的 因为它的那个乳木果油的滋润的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我有用过护手霜 你都会有发现到这个改善的效果 就是你的那个手背 还有手掌的细纹是淡化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护手霜非常简单的使用 就是插在你想要插在的手和身体的部位就可以了 so Dromaius和其他市面上的这个护肤品牌有什么不一样呢 so Dromaius主要的成分是天然珍贵 我们打的是天然珍贵成分 就是有来自澳大利亚的鹅苗油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沙吉 来自中国山东平银的这个玫瑰 还有中国云南西双巴纳的这个龙血树枝 市面上的其他这种护肤品牌的大多数不是全部 只是大多数 大多数是不含那些天然的成分的 很多都是那些就是合成的材料 而且蛮多的是那些护肤品 是含有那些会伤害皮肤那些化学物品的这个成分 而我们的这个Dromaius里面是没有任何会伤害皮肤 一些化学物品成分 比如说那些紫外线吸收剂 防腐剂 色素香精 霜露水等等 全部Dromaius都没有含有这些对皮肤有害的 这些化学物品的成分的 然后Dromaius它是适合所有皮肤类型 适合所有年龄人群 无论你是年轻的还是熟龄的还是老年纪的 都是可以用这个Dromaius 12岁以上就可以用这个Dromaius的这个护肤品了 除了那个额苗沙基 又是连婴儿都可以使用的 然后其他一些市面上的这些护肤品 很多都是只是适合某些皮肤类型的 可能他们就是好像一个系列是专给油性肌肤 一个系列专给干性肌肤 他们是需要这样来分开这样来分类的 而Dromaius不需要 它Dromaius就是一个系列 全部皮肤类型都可以用 而且连敏感皮肤都可以用 可是其他品牌的话 很多都是不适合敏感肌的 这敏感皮肤人就比较头痛了 他们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找到 适合自己这个敏感皮肤的这个护肤品的 Dromaius就是很简单 一个系列全部皮肤类型都可以用 不用怕它会造成敏感 还是油水不平衡这样不会的 就是非常简单 然后Dromaius是属于一个治疗性的护肤品 它不只是这样纯粹帮你保养了就算了 然后你没有用了 就是好像有点反弹的效果 不是 它是属于一个治疗性的护肤品 它是从根源性来改善你的皮肤问题的 可是外面的其他护肤品牌大多数 不是全部还是一样大多数 大多数是属于非治疗性的护肤品 他们就纯粹只是保养你的皮肤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Dromaius跟其他市面上的一些护肤品牌的一个比较的 所以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 不一样的皮肤类型的使用Dromaius的那个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它的那个使用的产品跟它的次序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这个要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不然有些人问为什么我用了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或者是为什么我用了反而会暴斗 其实是因为要根据你的皮肤类型来看 怎样使用我们这个系列的Dromaius 所以首先我们先讲干性和老化肌肤 干性和老化肌肤是需要很多营养的 所以你们的这个使用方法 就是它这个产品是来得比较完整 是全部七个产品都有在里面了的 OK 所以白天洗了脸过后就用这个保湿平衡喷雾 然后再用那个龙血沙基精华液 过后就再用那个珍珠润肤霜来锁住那个皮肤的那个水分 最后就一定要防晒就是查那个滴滴霜 晚上的卸妆洗了脸过后就是用那个保湿平衡喷雾 然后每两天就用一次那个面膜 OK 用了面膜过后 把那些按摩 把那些精华液 那个面膜剩下的那个精华液按摩进去 吸收进去你皮肤里面呢 再用那个额苗沙基油和珍珠润肤霜来锁住你的皮肤水分 干性和老化肌肤是需要比较多营养 所以你们的这个使用方法是来的更加完整 更加比较说是比较多步骤的 你们是所使用到比较多步骤的那个方法的 如果当天你当天晚上你没有敷面膜的话呢 你就是用了保湿平衡不容易过后 就直接查那个额苗沙基油 然后就再查那个珍珠润肤霜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干性和老化肌肤的这个使用方法 Dromelus 接下来就是这个中性和混合性皮肤的使用方法 中性混合性皮肤呢白天 就是用了洗了两个后 就是用着保湿平衡喷雾 然后再用这个龙血沙基精华液 接下来就是珍珠润肤霜 然后最后是那个滴滴霜 这个就是白天的使用方法 这个这个使用方法 其实就是跟那个干性和老化的肌肤一样 的使用方法 for白天的 晚上的话呢就不一样 如果晚上你有注意到的话呢 中性和混合性肌肤 是不需要用那个珍珠润肤霜 刚才是有 刚才干性跟老化肌肤 他们最后还要用那个珍珠润肤霜 可是中性跟混合性肌肤不需要 晚上的话呢 如果当天有用面膜的话呢 就用了保湿平衡喷雾过后 再敷面膜 过后再查那个珍珠润肌油就可以了 如果当天晚上没有需要用到面膜的话呢 就只是很简单 保湿平衡喷雾过后 用那个珍珠润肌油就可以了 中性和混合性肌肤 一个星期敷两次面膜就足够了 不需要敷太多次 所以接下来就到油性跟这个痘痘肌 油性跟痘痘肌的使用方法是最简单的 因为我们这种油性跟痘痘肌呢 就不能太过滋润 所以也不能太过繁琐 它的那个步骤越简单越好 所以早上的话呢 洗好脸过后用保湿平衡喷雾 过后再用你自己的那些面霜 就油性跟痘痘肌都是比较适合那种凝胶的这种 gel type的那种gel moisturizer的这种凝胶的这种润肤霜的 所以你用了这个平衡喷雾过后 你用你自己的那种凝胶的面霜 最后再擦那个滴滴霜来防晒就可以了 晚上的话呢 卸妆洗药脸过后 就是用这个保湿平衡喷雾过后 然后再如果你当天没有敷面膜的话呢 就再用这个耳苗沙基油就可以了 很简单 两个产品就够了 如果你当天有用面膜过后 如果当天有用面膜的话呢 就是查了这个保湿平衡喷雾过后 敷面膜 记得记得要把脸上剩下的那些精华液 用清水洗掉了 洗掉过后再查这个耳苗沙基油 一个星期一次就足够了 痘痘基和油性肌肤 不需要浮太多这个面膜 一个星期一次就够了 记得这两种皮肤类型 是不能太过滋润的 太过滋润就反而很容易 引发这个痘痘的这个爆发 所以油性和痘痘基 是不能 是不建议使用这个 龙血沙基精华液 还有这个珍珠润浮霜 然后耳苗沙基治疗面膜 一个星期一次就够了 然后记得一定要把脸上剩下的那些精华液 用清水这样来洗掉 so这个就是油性和痘痘基的使用方法 so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图表 一个简单的图表 了解到底每一个产品 他们是属于什么种产品 so耳苗沙基资料面膜 它就是属于一个 可以保湿 可以提亮肤色 可以修复的一个超级面膜 all in one 就是我们要的功效全部都有在里面的 就是这个超级面膜 恶苗沙基治疗面膜 它就是那个化妆水的这个肉 那个角色 就是在洗了脸过后用的第一个产品 就是它 恶苗沙基油呢 它就是属于一个修复的精华液 因为它里面有那个很高浓度的这个 恶苗油 所以它是属于修复的一个精华液 龙血沙基精华液呢 它是属于一个抗老的精华液 所以你就看你的皮肤类型来选择 你是比较适合用这个 恶苗沙基油 还是用这个龙血沙基精华液 如果你是真的是非常注重于抗老的话 你很注重于这个皮肤细温皱温的话呢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龙血沙基精华液 然后如果是你注重于皮肤的修复的 皮肤屏障的修复 消炎 烫痘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恶苗沙基油滋润的 就是这个修复精华液 龙血沙基精华液 它是属于抗老的精华液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龙血的这个成分 所以它是在主要是在于抗老的这个效果的 所以这整个图表呢 就是总结了这Dromes七个产品 他们各自的这个角色 所以随适合用这个Dromes 其实从12岁以上的女性和男性 就已经可以使用这个Dromes整个系列产品 记得这个Dromes不只是女性可以使用 其实男性也是可以用的 青少年呢 其实最主要都是在于保湿 因为他们的皮肤其实还是非常年轻 胶原蛋白还是非常充足 所以他们只要是有保湿到足够的话 清洁方面有做到到位的话呢 基本上是皮肤没有什么问题 有的青少年 青年的话就是成年人呢 就是比较注重于保湿 抗老 还有抗氧化 因为这个这样的青年的这个年级 就开始会有这个熬夜的习惯啊 长期压力习惯啊 所以比较注重于皮肤的这个抗氧化的 这个自由级的抗氧化的 中年的话呢 就是已经是非常要在注重于这个修复 滋润 然后抗老 然后老人家的话呢 就是在于这个深度的滋润 然后还有啊 促进这个皮肤的这个弹性 改善这个皮肤的这个紧致和皱纹的这个效果的 so每一个年龄人群呢 都是可以使用我们这个Dromius的这个护肤品系列的 都可以给他们想要的那个 根据他们不一样的年龄群的人 给到他们要的那个效果 Dromius都可以提供 除非英雅人的报处 所以我们最后能够拍摄 是修复了 感谢观看